我們接下來要進行我們這一場的綜合座談 針對於我們今天一整天這樣子的 專業專題演講的說明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透過大家 以及我們這麼專業的老師的經驗分享 讓我們臺灣未來推動手作步道 能夠進入下一個里程 這公司協力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綜合座談 就是要針對於我們現在 臺灣推動手作步道未來的一個願景 如何再能夠繼續往下邁進 然後能夠制度化的去推動 以及林務局長期以來 也是在支持我們做於步道 永續自然的一個維護的資源 不管是針對於資源幫 或者是在所有的制度上面的建制 都可以讓我們臺灣的山林都發向更好的願景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辦理這場座談會 邀請到了由我們英國WDC組織的三位老師 Andy老師 Andy老師請 還有我們的Pony老師 還有Kat 以及呢 我們下午非常精彩的演講的 冰島國家森林管理局的Charles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呢 要再邀請那個 我們臺灣泰魯閣國家公園管理處 保育課程 俊山課長 課長下午的演講 有提供我們很多 進一步的步道解放上面的一些思考 然後還有一些議題 以及他個人長年 參與我們步道推動的一些想法 那給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跟課長這邊請教 然後再來是邀請我們 荒野保護協會 陳聰隆志工 聰隆大跟他長期參加那個步道志工的推動 身為一般民眾的參與 他有很多的經驗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步道志工是有參與的興趣 或者是說有一些不了解 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些志工的心情的部分 都可以跟我們聰隆大哥這邊做一個指教 但接下來呢 我們要歡迎的是台灣簽禮步道協會 周盛興執行長 簽禮步道也是長期以來 從林務局開始推動步道志工 他們就一直在參與步道志工的推動 不管是在制度沉澱 或者是辦理很多場的步道工作假期 然後以及針對於今天我們之前 副執行長 林堅他有分享很多在對於推動步道志工上面一些想法 還有概念 還有台灣現在社會上可能有些課題 或者是他們其實也結合了很多像是小旅行的一些概念 都是非常好的一個操作經驗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也可以跟我們盛興這邊來做一個請教 好 那最後呢 是邀請我們非常重要的主持人 就是我們林務局的李陶生李局長 台灣三里有一大部分其實都是在林務局的管轄範圍之內 所以林務局局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支持的角色 讓我們這一場會議呢 叫做李局長來幫我們主持 希望可以讓我們台灣的步道志工 步道生命環境 永續的自然都可以賣相特別好的下一步的願景 這樣 好 那我接下來就把我們這一場做談會交給局長主持 謝謝 好 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我們現在就開始了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的同事在台下 包括林陶生處長 李立美處長 還有林存生課長 還有在座的王老師的翁立市長 其實都可以隨時來回答問題 我們在座的台上的幾位先生女士們 也可以雙向的向各位觀眾 或者是各位今天來參加的提出問題 我們做一些雙向的溝通 是不是要去開始 剛才我們聽到冰島的演說 大家對冰島一定有一定程度的嚮往 他們的國家的國土 我們台灣的三倍大 可是人口只有這麼樣的少 一個人可以占地面積很大很大 這是我們從小不可想像的 怎樣說 這邊有很多的冰河 這邊很多的倒過去 所以我們其實 腦子裡面已經建構出一個非常美麗的圖案 一個 這麼樣一個非常自然的地方 讓冰島人跟他的相關的企業工作者 所謂建立了一個雲千說的任意自然的療癒 解放步道 解放環台步道的一些想法 讓我們解放步道的想像力 這樣其實是一個動人的圖景 可是相對的我們在台灣 並不裸人厚 我們台灣的險峻的高山 我們在俠克羅步道 剛才看到俠克羅步道的所作 還有剛才幾位同事們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圖片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工作 其實遠比其他國外的先進國家 並不順色 或許還更為艱難 所以也許我們從這裡面所體會到的 自然的療癒 可能會並不會比國外輸得多 明天走過亞波拉奇 兩千三百公里嗎 還是 五千三百公里的路途 你去明天走哪裡去 後面怎麼又上來 明天再來 我幹嘛去 口試 看你口試變了 並不輸以亞波拉奇 這樣的一個 這麼遙遠的一個路程 所以這十年來 我們的幾年來 我們的所作步道 其實是在 有良好的開始 但是也有未來很好的願景 所以同事們 現在請大家來提問 好嗎 我們可以提出 對未來的願景 我對於來自英國的團隊 來自冰島的專家 對他們在英國 在冰島所作步道 有沒有什麼呢 更深度的提問 來請 王老師 每個詞 呃 呃 你這個 呃 你感覺 ávei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combination? any combination of the criteria to make a very good team for accomplishing the mission? yes.it's partly about teamwork. 找 someone who works in the team and enjoy the conditions they come to. the interview process for me feels in two ways. 如果我能解释的工程很好的方法, 他们能解释自己的方法 如果它是好处的方式, 它不是只有我的组织, 它是不只我的组织, 它是确实他们知道 什么他们会来到, 因为它会准备在凉的日子, 它会在一个厨房, 它会在一个厨房, 它会在一个厨房前面, 然后,当它来, 它不是一个问题, 所以它需要在哪里我找到他们, 所以,在这些地方, 它会在哪里, 在哪里, 然后,在哪里, 有些事情, 然后,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 有这些地方, 在哪里, 他们选择, 我选择, 但, 他们选择, 他们选择,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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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在哪里,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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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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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是 看能不能獲得篩選 OK,大家有評論嗎? 後面的年輕人 請問一下 紅衣服的 帥哥 就把 累動 累動在自己去 是這樣子 我是對 因為我們發現 這個 郊區里山的這種 步道的水移化的速度 遠大於我們 自然步道的回復 所以我一直覺得 在台灣的現階段 應該是 生態步教 生態步道 所做步道 環教的觀念 比當中的步道更重要 如果把它推還 但是我們這樣沒有機會 年也不太夠 民間團體 根本 在資金方面根本 缺乏 缺乏 然後 剛剛我聽那個 WEC 那個 ending 他在講 他是 社會企業的方式來 進行他這種 所做步道的觀念 然後 我們這 社會企業 來 投入這塊 幾乎沒有 就是說 如果 就是說 不曉得 在 在 引導 或是在英國這邊 如果引導 社會企業 資金的這種投入 都會連利或財力 以及我想請教 一個法律的問題 因為在國內 剛剛要推動社會企業 這種觀念 然後在 Andy這方面 他說他們是社會企業 然後他在裡面講 他又可以允許部分的英語 來分配 就 也就是說他們合法人 可以拿部分的英語 那 在英國這邊 有哪一個法律宣誓 就是說 你這個分配英語 我這合法人 我有 可以分配英語 可以拿多少進來 那多少 一定要來投他 公司 然後另外 我這個社會企業 如果 我寫這樣的話 我的這種財產 怎麼會處分 那這方面 有沒有什麼規範 那社會企業的方面 社會企業方面 這方面 有沒有這方面的 鼓勵 或者是 獎勵的這種措施 謝謝 回答 然後再進行 我們 我們的 來自頻道的Char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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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you can promote it, how social enterprise comes about and initially the whole idea, the whole concept of social enterprise came about because it was realized that some people wanted to do some good and they wanted to make some money and they realized they could as a small business they could do something lik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or some sort of social activity which is generally good for society but was also their way of making their money, earning their living. So a lot of social enterprise tend to be quite small things. And generally the initial emphasis, the initial motivation of the people that run this is to be doing something good with of course a need to be able to feed themselves as well. And it's not always easy to find jobs or work in something specific, something like that, particularly if it's a new or innovative idea that nobody's done. So really the idea of a social enterprise then was recognizing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and has always happened and quite possibly happens here in Taiwan. If you think about it, you may be able to think of people who are meant to make money out of doing something which is generally good for society. The second part of the U.S. to entertain the galaxies and profits and how that works, by declaring ourselves a social enterprise and there's an independent standard that's been set up, then the majority of profits should go straight back into the organiz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maximum of 49% can be paid out in dividends to shareholders. I suppose my experience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ecause I'm just working for a state agency. But we have, in Iceland I think we have possibly less regulation as the world probably knows. but in terms of the way the money works, in my project we would make applications for grants. The core cost, which is things like my salary, very low running costs, is forestry budget. and then on top of that will come special grants. So we will make proposals with various sources for money to take on particular projects. The main sources for us would be the Tourist Board, because they, we have a thing called a bed tax, we call it more or less. So every guest night has a fee, every visitor from the country, you stay in a hotel, on top of your hotel fee, there's a small amount, you go to the state, and that's put into a hot green bunk. So the Tourist Board, they then share that out to where it needs to go. and in some cases we are able to make applications, say we would like some money for this, so people get a share of that in our application. Of course, it's competition, for somebody who wants to do things, but if you have a success, it's more easy to get a gain if you show results, so you have to do a reputation that way. And so this indirect taxation, as we call it, is one source, and other Tourist Development Funds and Trends happen to. And in some cases, the state is not able to apply for everything, because it's not, it's an attempt, it's not allowed to make applications to all the different funding. But in that case, we very nicely have the Friends of Forsberg Organization, and they can, as an association, they can apply for money, and they can simply then fund the project which we will operate. So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check the money and sort of do the work. And as long as we can share the work, as a result, then that fulfills the criteria of the funders. But the base of funding is like our salary, and then our small rent, and also our set of forestry projects, and then what we get on top of that is concerning how we can do next year. Last year, we were more successful than I anticipated, so we decided we were trying to buy more equipment, but then maybe we just want to buy more in 20 years' time, to make sure we make plans, as we can see, it should be a rainy day next year. Thank you, Mr. Chairman. Should we continue the work of its давайте Because 文明已經在提問就 他有 moving temptation 我們應該是可以發展的社會企業 這麼多企業過去曾經希望物 dep湊造 it 領養林田 其實我們也可以鼓勵他們 adam generation要所做的 hindsight 此時還有 讓他們有更多的領域來發揮 剛才這個評審 不好意思 我是千里步道的志工 然後我這邊有一個問題 其實還蠻好奇的 就是可能要請Charles 稍微就是做個回覆 就是因為他剛剛在PowerPoint裡面 他有提到有一個緊急避難的地圖 那因為我在想 不知道是不是時間的關係 其實這個部分沒有介紹的很詳細 那就我們知道火山的一個狀態 事實上它有可能是有一些突發性的狀態 那火山的爆發應該 所謂的爆發點等等 我在想那個範圍是很難去做預測的 那我不知道說像他們在 設定這樣的地圖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學術單位去做 這樣做一個合作的關係 然後可不可以給我們多一點的DJ 因為我覺得像我們在高山遺失作的時候 有可能會遇到類似的天候的災害 譬如說土石流 或者是一些氣候上面造成的 環境劇烈變化的一個狀態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部分 你可不可以請Charles分享一下 那我不知道英國有沒有 類似這樣的一個緊急避難的地圖 那這個部分如果可以的話 也是請Andy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們可以請Charles欣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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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tler 是算成為最危險的 這是非常有關的 這個系統 我們是說真的 然後我們對於 來看 都能相信 這是很明顯的事 高雲 听说到能 거죠 我们订阅吧 提示水柱屋時刻烤腰的烤声 各种放车赢口視的烤箱 去到某ument 就要完整区的预触方ifier 每个套家可以知道 intensity到 irgendwelche搅着 然后他可以留下 这是这样的比方 说 就是要知道 where to go and what the warning sign is which will be, we call it, I think, bruised it's a rocket that makes the noise because maybe you don't see it in the daylight of it so you hear this thing and then you have to move on that's the evacuation plan for the volcano that's been set up by the agency I think it's called the Civil Protection or Civil Defence Agency the national body which is preparing this information and reviewing gears and then we get the reviews so we know if they've changed it but this is what's organised and stands ready and we happen to be in the area that they consider at risk from this particular volcano, that's why we have this in the plan and the map in the picture is just on the trail just to show visitors because we know this plan but not necessarily every visitor would know so at secondary level is that every mobile phone in the area will get a multi-language signal with an operation plan automatically, they just bounce it to the map and everybody in the area gets the message so if you happen to be carrying a phone so standard procedure is your soul to keep your foot on we're not as well organised as that in the UK we're a bit lazy about it mainly because we probably haven't had a volcano for about a million years or so so we haven't worried about it too much so actually there are no such evacuation plans for the energy but how about another you know, the energy situation I mean despite the volcanoes there are there are there are national emergency plans in place for certain things flooding is probably the single biggest risk that happens generally quite specific areas where they're known about and and not with very very large consequences it's more these plans are designed so that emergency services know how to operate and then not generally schemes that are shared with the public in any particular way so if they allow the police emergency services fire services to be able to do with these please I will leave this , please please our Taiwan actually there is a full-time completely to the time time the the 美琴中心 還有特殊的氣象局的地震中心 氣象局的基本資料 基本都有疊圖 疊圖完成以後 這些資料全部送到NCDR 就是財產法人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現在也就是財產法人 不是,是行政法人 行政法人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我們稱之為NCDR 基本上這些資訊都分別的在交流 尤其是在新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都會彼此分享交流 因此這幾年來 尤其這兩年來 在遜期發生颱風災害的時候 這些地圖的資訊 其實都能夠迅速的傳達到地方 以至於這幾年來 在地方政府的撤退 迅速的應變之下 其實成效成做得很逐漸的 那這些地圖的製作 完全是依照科學的資訊 它本身都有一個相當大的一個系統 在ROM 當然在設計的時候 有超越一個小組 我們稱之為 博土空間資訊小組 最近啊 我曉得是哪一天 最近會在一個地方展覽 博土空間資訊小組機動 我們理務局也負責一塊 就可以看到 台灣在GIS這方面 跟防災的結合 其實是蠻先進的 只不過是如何 將把這些GIS的圖層 以及防災的地圖 能夠再簡約成一個 民眾能夠想 簡單一目了然的土 讓民眾能夠獲信 這倒是我們現在目前正在想的方法 也藉著一個機會 跟各位先生女士們做報告 來請這位先生 今天很開心 就是聽到很多案例 但是其實 雖然我思考比較多 反而是李謙的話 就是他說 我們現在是步道 要不要蓋 不要為了蓋 不要為了做手作步道的做 那其實我反過來就在想說 我們現在到底 步道到底是太多還是太少 那所以第一個問題是這個 就是就 不管是林務局的觀點 或就先離步道學會的觀點 我們這些步道 到底有沒有 就是台灣這三年 還要不要再繼續開這麼多的路 有沒有這個需要 那第二個就是 另外有提到就是 我們早期開發的路 大部分都是水泥鋪面 或是其他的硬鋪面 那這是可逆的嗎 或是說 我們是不是現有的步道 是 再去重新做怎麼樣的改造跟改進 是不是比我們這裡開心的步道更好 對 因為 某種程度上 我們其實手作步道 它也是對環境的有迫害 那這一層的思考 我不知道各位老師或是國外的嘉賓 到底是怎麼看 謝謝 這位先生你的問題是要問國外的還是問我們 如果問我們的話 不國外的那就稍後 這個問題我們就先回答 等一下明天也會回答 我現在在官方的立場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認為步道是不是足夠 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也就是說 今天早上我也提到 這種相對的概念就是 必須靠我們拿到的經費有多少 當然能夠包含社會企業的益助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我們一直要依照自然科學的條件 去規劃步道 之所以早期在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的時候 我們在座的林華森處長 當時是先 Mainting the National Trail 這個地區的Local Trail 就是去Mainting它 先把它Zone in它 然後Mainting它以後 再加用分區的方式 有一些步道在高山上面 事實上必須有一半登山基因的人 才去行走 因此它的維護的密度 可能就不要那麼高 可是Local Trail 因為是接近於叫山 同時提供大眾油氣 它的Mainting的費用 這個頻率也會加高 所以我認為自然步道 究竟是目前是過多或過少 我認為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如果我們在相對應的時期 必須最近我們醫務局 也在啟動的計劃 也不瞞大家說 我們去開始盤點這 已經做的一百五十二條步道 以及對外公開的一百條步道 我們都繼續再盤點 這個盤點的過程 也透過民間進來 也透過一些選擇專家來協助 確認這個步道 是不是使用力到某個程度 還有這個步道的危險性 有沒有因為這十年來 天然的一些掩蔽 而變成一些不可形容 如果是的話 我們可能必須研究它 是不是能夠暫時休養生息一段時間 幾乎幾年以後 我們再回頭來看 是不是能夠再開放給我們的 等等 因為台灣人確實是一個高山險性的 國家 這些步道 一旦我們官方 有正式的去從事設施 在法律上 它就是共有的公共設施 如果你的設置 或管理維護有欠缺的時候 就必須負起國家賠償的責任 我這個計劃不是說去推卸的 而是從這個計劃力向思考 就是我們必須把它做得更好 讓災害不會發生 因為要做得更好 所以就必須相對的看我們 拿到的預算是多少 有些步道可能一段時間 會暫時停止封閉 但不代表它永遠的封閉 我們過幾年以後再回國來探討 也就是說這個問題 是從科學上跟社會上的情形 來繼續探討 第二個問題是比較科學的問題 我們對於自然步道裡面 很多的水泥路面是不是有改善的空間 如果你問我 我個人非常不喜歡水泥路面 我喜歡自然的步道 因為只有你的腳 你親自踏上土地的那個感覺 你踏在硬部分的感覺 是完全不一樣的 尤其是你擦在庫枝落葉 非常多的地方的時候 或者是我們的木線 鋪層的路道的時候 那種彈性會讓你 所謂人跟自然之間的那種感情 從那個地方發生 而如果你是站在 鋪在一個 只是硬鋪面來講 我想那個 還是鋪在水泥地上 在松山北路逛街 恐怕有什麼兩樣 這是我的看法 好 我想請教一下那個 丹麥特朗先生 我們剛剛看到他的這個 山區裡面有很多的這個 他有好幾個這個登山小屋 那他好像是給這個什麼 登山小屋的這個公司來經營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小屋是公家蓋的 還是這個登山的這個 向導公司蓋的 是可以開放給私人去蓋的 還是公家蓋的 給私人經營的 我對這個比較有興趣 那另外一個就是 他經營的內容包括哪一些 那麼他的功能在哪裡 那麼依照我們知道的 日本的話 日本的登山小屋 是開放給私人蓋 私人經營的 那同時也包括對 進入這個小屋的步道的回復 也是要用這個 這個山屋來進行 那在台灣的山區來講 有很多的避難山屋 包括國家公園 有很多的山莊 那這些山莊 我想是不是可以 就是說如果用這個 丹麥的經營來看 他是匪外的 他是給外面來經營的 那台灣是不是 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然後採訪民進來經營 反而會經營的更好 然後同時負擔這個 布告的一個維護的責任 謝謝 那這個問題回答之前 剛才前面一個問題 明天還沒有講完 但應該還有回答的問題 然後接著我們再請 夏老師來回答這個問題 好 謝謝 還有提問 剛剛其實部長的結論 我覺得非常的認同 就是工部門 會有這樣的思維 也是非常的 就是我覺得非常的認同 那我自己就從民間團體的角度 來追根究底的說 那這個步道的起源 有哪些可能性 我說的是現代步道 不是以前的步道 其實有一些事情 真的要回過頭來 我想坐在這裡的每一個夥伴 回去都可以成為這個種子 去告訴別人 以下幾種步道緣起的事情 以後可能要減少它發生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比如說很多是 尤其是在地方上 像我參與台北市政府的 那個步道規劃設計的時候 的審查 我就可以見證那個 原本列管的步道 怎麼樣在地方各種壓力之下 必須增加它的支線 就是以支線的比意 去擴張這步道 並不見得是工部門自己本身 想要主動這麼做 因為其實現在大概可以知道 未來的圍管 圍管的預算會非常的困難 但是因為有非常多的議員 或者是里長 其實當我們跟台北市政府 大力處在談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也說希望 民眾多打1999 去跟他們說 你們不要水移步道 不要新增步道 那其實這是有點悲哀 就是因為工部門其實 里擋不住 來自於議員或者是里長的要求 但是這個聲音 其實我可以看到 在剛剛的案例裡面 比如說荒野報告的福州山 大輪委 或者是我們剛剛報告的先基岩 他其實是可以透過各位參與行動 比如說福州山是有一個山友 鄭大哥 他發現當地的民代要求 這樣的一個打水泥化 所以他去連署 然後請民間團體去提出替代方案 最後說服了那些里長跟議員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特例的案例 如何能夠減少這樣子的步道的進場 就是盡量維持原來的樣子 那第二種是比較高山的偏遠的 然後呢他很多往往是因為 比如說有一些登山團體 可能開發新路線 開發出新的路線 然後去挑戰一些長距離的 然後是途徑的 那當這些新路線 不斷的被開發出來的時候呢 有人發生山難 有人在這些新路線迷路 他又回過頭來造成了工部門的壓力 就是剛剛陳克塔爾提到那個 國家賠償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民眾自己本身一直會認為 你到戶外的所有的責任 都必須是由國家來負擔的話 沒有辦法認識到安全是自己要負責的話 那這一種新路道不斷的出現呢 他是變成是有的時候是會造成圍管上面的 那當工部門被反應很多 他就可能要去把那個步道鋪好 就是比如說原本在高山上的 很偏遠的新地路線 這時候為了減少山難 要讓路基清楚 他可能就會讓工程進去 那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 就是當工程進去之後呢 登山團體又不想要這種步道 他又再去開新的步道 是途徑 所以這個惡性循環 有的時候也要回過頭來 就是跟我們民眾自己 必須要去對話這些觀念 對 謝謝 謝謝 等一下 我第一代 剛才民意代表那個壓力的部分 那個口音有翻過來嗎 哈哈 我們等一下其實一股人怎麼說 來 我現在在跟我們說 有三個不同的建築 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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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在大小的地方 所以是在大小的地方 所以大小的地方都不在家 但是在大小的地方 都不在家人的家庭 但是他们都很高兴 他们总是很简单 就只是在家庭上 不在家庭上 但他们有大小的地方 如果你在家庭上的地方 是在大小的地方 他們用來買駕駛 這些日子用來買的大型 輸入大型的四輪的四輪車 或是車輪車上 在夏秋夏天 在秋夏,他們使用百分之一 是300克,是1,050克 那是超級大型 大概是兩塊錢 但不是很簡單 但很簡單 不管如果減多一定會比我們台灣的舒適一點 因為台灣是建在高山上面 上陽嘉明浦的山菇 快谷山東的山菇 都是只能夠在那裡睡覺 但是催促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困難 更不要說是半洗塑洗等等 都是非常的課難 這個就是源自於我們 以我這個年紀的人來看的話 我們是可以接受 因為當我們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山上工作的時候 其實就是利用這麼簡便的公寮 以及野戰的廁所度過日子 所以不可能期待在山上有什麼豪華的設施 不過最近我們在能高 我們建築還沒有去做徹底的了解 因為是受到貼貨的關係 能高有整建的一個山菇 經過好幾年 另外在國家公寓的體系裡面 排鷹山莊也經過整建 那這些兩個整建以後 都是基本上都是官方整建 然後提供點民間來經營 我了解的是排鷹山莊現在是委外經營 那委外經營大概就是用歐基的方式 讓他們在維護一定的程度 當然也收取一些費用 我們也在思考哪一些山菇 是不是可以由民間來任養來做 但是在探討這個問題的時候 必須十分的謹慎 因為我們現在能夠在山莊裡面 做基本維護的團體 都是一些愛好山林的一些團體 也就是說它的維護 基本上不會偏離我們的原理原則 但是如果一旦用開放的方式 去競標的時候 也許就有一些企業會進來 那今天蓋山屋 明天說不定會擴大規模 再過天可能就會變成 高山上的別墅也不一定 就會一段的去跟政府來 你多協尋標這些 這是我們在整個公共過程裡面 可以預見的 當然這也可以防範的 不過萬一布島山上的山屋的部分 整建委入民間的話 在我個人看法 還是應當有 關屋的先整建以後 委託民間進行 可能是比較文件的 將來